作品是反力方向量測裝置 我們的作品是反力方向量測裝置 當初想要做這個作品的原因是因為 在我們平常中有許多精力學的題目 我們必須要求助感見它的反力的大小以及它的方向 而且剛好我們有做到另一件事 然後它是一個三感的結構件 並且要求它惡力構件一點的大小 我們就對這題目有感而發 進而做這樣的一個機構 我們將三感結構件呢 我們用餘料十字而成 並搭配Law Cell與工編碼器 跟渦桿渦輪組 來做一個量測力的大小 以及它的方向渦裝 我們可以知道惡力構件 它的平衡條件是大的相反 所以我們利用了一個L型的轉架 搭配握桿渦輪機構 使得Law Cell可以做偏白 然後我們還運用了光編碼器 當我們在轉動的同時 主軸再用光編碼器 光編碼器會產生訊號是DLC 然後最後會顯示在我們的七段顯示器上面 使用我們還建立了VB的燈機界面 能夠達到即時監控的效果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L型轉架 它原本是利用鋁合金來製造 但是後來我們在實驗過程當中 在擺動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它的值 它反應所量測的值會非常不穩定 所以我們後來改選用碳鋼來製造 那後來再重新做一次實驗之後 發現碳鋼的鋼性夠 所以我們就採用碳鋼來做 來取代鋁合金 現在看到的是光編碼器 它的長度呢 跟原先所預期的 有些微略長一些 所以 我們當初拿到成品的時候 將這個部分的L型轉架 做一個修正 就是把它厚度再洗薄一些 讓它的整體尺寸可以在範圍之內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是一個削接座 與這個U4型 我們稱之為微調機構 這個微調機構呢 它主要的共用是 讓三力構建呢 在組裝時有正確的姿勢之外 也可以彌補人為組裝時的誤差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渦桿渦輪機構 當初 要選用渦桿渦輪機構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原本的渦輪都是 現有的材料 所以我們才想說 利用渦桿渦輪機構的大剪柱筆 來做光編碼器 角度的微調 我們現在開始做實驗 那我們先放一個稱盤 在三力構建的吃力端上 接著放四個砝碼 一個砝碼重500公克重 所以再次端放2000公克重的外力 接著我們轉動手輪 轉動到一定的角度 轉動到一定角度之後 在VV人氣介面上做紀錄動作 那同時觀測它的值顯示 那這是VV人氣介面所做出來的數據 跟它的圖形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 反應的大小是在 1894 反應方向是在 54.9 跟我們理論值的 反應大小是 1883 反應方向是 55.1 所以可以知道 蠻 蠻準的 我們這支作品 能夠受到評審很青睞 得到第一名的獎金 其實 最主要感謝 知道 就是它除了 比較多 我們 就是 課本這些東西 再 課外的 不管是課宰也好 就是它 也給了很多的 給了很多的指導 那就是 它也 在 對我們父母上 也給了我們蠻多的幸福 所以 才是 這麼好的獎金 得到第一名 首先我必須要感謝我的父母 如果沒有他們一路的陪伴 我不能從科展 一直到專題製作 而能有現在的名次呢 除了感謝我們的父母之外呢 我還要感謝我們的導師 如果沒有他不持辛勞的 指導我們 幫我們 做機構的修整 我們不會有今天的好運氣 所以得到第一名 我 心裡很高興 也很感謝 大家的指導 謝謝大家